好 再来看到云林国二少女呢 惨遭刚出狱的性侵累犯杀害的这个不幸社会消息 由于呢她被弃尸的地点 除了装遗体的麻布袋之外呢 还有三四袋装了这个重达几十公斤的 助燃用的柴灰 根本就没有办法一个人搬得动的 所以呢是不是这个被害家属质疑 还有共犯协助然后一起来焚尸灭积 村民一早又来包围凶险家 要帮少女讨公道 窗户玻璃 遭人用石头砸破 另外一方面 检察官会同法医解剖被害少女的遗体 少女就是被装在这个饲料袋里弃尸 但是麻布袋有三四个 少女的父亲怀疑嫌犯不止一个人 甚至还怀疑凶险的家属协助弃尸 我是怀疑有共犯啦 因为一部机车 他带到西州那边 你距离他家应该有十几公里吧 没有二十公里的话应该有十几公里吧 那他带的带子又那么多啊 好像有三四代或四五代啊 应该是有共犯 云林这名国人少女13号离家之后就失踪了 九天后证实遭同村的才刚出狱的零性性亲累犯 侵害雷币气失 凶险父亲知道儿子闯大祸不敢回家 所以说自己也受到波及很困扰 因为其实现场除了装被害少女的麻布袋之外 还有三四代用来助燃柴灰 研判凶险一度企图 焚尸灭积 究竟有无帮凶 家属要捡紧查个血落石出 中文新闻王一超 李孟章周一德 SN小组云林报道 其实回